美若对华为卡脖子,中方反击清单将有这些美方公司专题,华为理,指251全球刷屏,动态在全球供客时间的疫情期间,美国特朗普政府却试图用各种手段攻击中国,今年3月美国就叫嚣试图切断华为的芯片供应链, 并重点提及台积电,路透社15日最新消息,当前美国商务部不惜牺牲美企利益也要推进这一进程,意图对华为卡脖子。 中方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如美方最终实施上述计划,中方将予以强力反击,或设高通、思科、苹果及波音等美企。 15日美 股开盘前,上述4家每期股价波动剧烈,其中高通2小时内一度跌超。 7% 苹果、波音、思科均跌超4% 目前,4家公司股价跌幅均有 所缩窄与反弹 Sumniar Villainly Click Tovire Origin 波音、思科、高通、苹果股价盘前波 动据路透社15日独家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其正在更改一项出口。 规则 对华为的芯片供应商进行战略锁定,只要这些供应商的值 接产品用到美国某些软件或技术。 根据规则变更,即使芯片不是美国 开发设计,但只要外国公司使用了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其需获得美国 政府的许可证,才能向华为或其附属公司海兹半导体等提供芯片。 化 为继续获取某些芯片或使用某些美国软件或技术相关的半导体设计,也需从美国商务部获得许可证。 此外,报道重点提及华为的主要芯片。 供应商,台积电,称美国此举也将对台积电造成打击。 台积电也是 华为的竞争对手苹果公司和高通公司的芯片供应商。 Famna Lovine, Click2Wire Original 报道截图近日,环球时报记者从中国政府消息人士处了解到,如 美方最终实施上述计划,中方将予以强力反击,维护自身合法正当权。 E 中方可使用的具体反制选项包括以下迹象,将美有关企业纳入中。 方不可靠实体清单,依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和反垄断法。 等法律法规对高通、司科、苹果等媒体进行限制或调查,暂停采购播。 因公司飞机等。 早在去年5月31日,我国商务部就宣布,针对一些外国实体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采取封锁、断供和其他歧视性。 措施的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 度,商务部安全与管制局局长之陆逊进一步截支称,中国政府在决定, 是否将某个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会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 一是该实体是否存在针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错。 施的行为。 二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基于非商业目的,违背市场规则和弃。 约精神。 三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 四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 美国商务部生。 称,尽管华为已被纳入实体清单,但其仍在使用美国的软件语记。 述来设计半导体。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一份声明中声称, 规则的改变是为了防止美国的技术支持有备于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恶意活动, 而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加大了对美国这一奴力的破坏。 美国商务部长,该规定将允许已经生产的晶圆鸡片。 从即日,15日,起在120天内发货给华为。 芯片则需要在15日。 之前投入生产,否则根据规定, 他们将不具备生产资格。 今年3月,美国就开始叫肖尼改变规则试图切断华为的全球芯片供应链。 当时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 规则调整主要是限制向华为销售尖端精密、芯片, 而不是较老、较商品化以及更为普及的半导体。 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此前曾表示,若该规则实行, 将是美国商务部计去年5月将华。 为纳入实体清单后,对华为全球芯片供应链打击的又一次实质性升级。 然而,此举不仅是对华为的压制,也是对美企的打击。 贸易律 施道格雅各布森表示,这对美国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将远大过华。 为,因为华为将发展他们自己的供应链, 最终华为将找到替代方案。 同时,美国企业仍然依赖华为。 路透社指出,当前美国商务部在, 度延长了原定于5月15日到期的华为临时许可证, 允许美企在8月13日前继续与华为做生意。 美国商务部还警告称,预计这将是最后一次延期。 其实,这一次延期已经是美国商务部连续第六次延期。 T. How about VNL? Click to viewer. 一旦华为门店资料图众所周知, 2019年至今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持续打压华为, 但华为5G市场订单依然是全球第一。 反观美 国,近期波士顿咨询发布的限制对华贸易将终止美半导体领导地位。 报道中指出,去年5月实体清单后,美国排名领先的半导体工。 orman 诶 alan